谁说的小鹏要倒 这G6看着还挺好的 你觉得呢 评论区告诉我 嗨各位 我是超棒 欢迎收看新一期望闻问车 之前从来没认真研究过小鹏汽车 近期也是受网友蛊惑 说这个新款G6非常火爆 我和老王一个没忍住 也去直营店实际体验了一番 从初步的产品力表现来说 有点突破我们对小鹏的粗浅认知 本期视频我纯以路人视角 分享一下试驾小鹏的体验感受 一键三连加关注 咱们的观众靠得住 线下的试驾车确实很忙碌 我也是提前预约的 在等待的时候 顺便还试驾了一下P7i 这个车的内饰风格就比较老了 并没有打动我 而且那个车内门把手 我觉得不方便 但是有三点新发现 第一点是对红绿灯的识别 可以做到自动刹停和起步 而且并不是依赖高精地图的逻辑 第二点是智能语音的 免唤醒 对于很多常用质量 都能直接对它说 再配合连续对话和音区定位功能 会让你的语音交货 免去很多尴尬 第三点是方向盘左边的按键 在没开启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 它可以控制空调的温度和风量 这个功能设计之前没见过 虽然它的智能语音很方便 但有些时候 有些人就是一个字都不喜欢说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最常用的空调功能这样设置 简直太方便了 而且它的UI也是偏左侧屏幕 逻辑很对 喜欢超棒分享的朋友 多多转发和收藏 试驾G6之前 我并没有深入研究过它的平台 或者用了什么新技术 完全是路人的视角来看待 只是正好旁边的小朋友快充装 看上去充电速度确实不错 但从外形来说 G6可能也并没有很大动物 但是这个内饰的风格变化 至少对比P7来说我很喜欢 白色内饰可能本身就很讨喜 但门板内饰材质的摩擦力很大 手感还不错 方向盘的功能按键并没有变化 只是设计更集中了 左侧空调设置依然保留 门内开关用了按键设计 仪表盘变得又细又小 但对于方向盘来说 避免了很多遮挡问题 而且小朋友历来不喜欢用HUD功能 对于辅助驾驶比较激进发展的品牌 也是挺有意思的 但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 意表盘有防窥的效果 好像小鹏的车载屏幕一直这样 空调出风口也比较有设计 双无线充电的手机板 都给了通风口设计 两个固定式的杯架 就很常规传统 但也够实用 如果你问为什么没有手套箱 销售的回答是 收集用户反馈的使用率 所以删除了 到底副驾的腿部空间有没有进步 你们自己去感受吧 电车其实加速都快 区别在于制动和动能回收的效果 我感觉最近的新款国产车型 都把动能回收的介入刻意放缓了 就是初段的平台企业 做了短时间保持 这样对驾驶体感有提升 尤其是后排乘坐的舒适度 所以驾驶层面没有问题 在开启小鹏的辅助驾驶 减轻了你试驾负担感 G6的做工用料让我感到惊讶 好像不是我以前的理解 尤其它的织物纹理部分 显得好像高级音响的面罩 再加上白色内饰给人讨喜的效果 就觉得驾驶过程很不错 特别要说一点 这时候就需要音乐的驾驶了 推荐你们去听一下G6的音响 虽然没有单拿的联名了 但这个音响效果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反正得到老王认可的汽车音响 一定不会太差 试驾到这里 我们已经不自觉像真实客户一样 问到销售关于配置的情况 在了解到标配的内容 我们瞬间发觉G6难怪会火爆 前排座椅通风加热 方向板加热 基础版辅助驾驶 18个扬声器包含头枕音响 还有这套车机系统 都是20.99万起步标配的 而且要夸一下小鹏的头枕音响 并没有设计在头枕 而是肩部 所以应该叫主架扬声器 这样它的头枕 可以做得比较正常柔软 因为试驾车实在太忙 我们没有详细体验 后排和后备箱 但是它的后排座椅靠背能调角度 开关就在两侧的下方 电动尾门也是标配的 而且和尾翼是联动开关模式 这个尾翼和性能轮胎是9000选装 从车尾的设计来看 我觉得非常必要选装这个尾翼 哪怕只买入门的20.99万 一下让人感到30万级的视觉 后备箱空间看上去比较常规 低音在左侧 右边设计了电源接口 至少2米89轴距的G6 乘坐空间表现还不错 小鹏G6的试驾感受 确实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以至于老王说 买个入门款再选装尾翼 这配置就挺好的 我也回来研究了一下官网信息 原来这个小鹏的扶摇平台 G6算是第一款车型 几个特色指标 其实大家并不陌生 G6的车身履材貌似用的不少 一体式履压住后地板和前机舱 这让人想起特斯拉 CIB电池车身一体化 增加了车身扭转刚度 提升车内空间表现 这想起比亚迪一平台3.0的特色 800V高压充电平台 比较早是高核 还有极客浩瀚平台说过 但这些概念全部量产到一款车型 目前其实还不多 再加上小鹏的辅助驾驶能力 未来几年逐步开放更多城市 而且不依赖于高精地图的逻辑 让人感觉小鹏的产品力其实不错 而且小鹏直营的方式 把配置又做得很简洁 就是两驱和四驱 长短续航 以及有没有高阶自动驾驶的差异 选装很少 标配很多 对比当下有商的产品力和销售策略 在了解过之后 发现真的有不少优势 其实在展厅我们还看了G9这款车 是一辆好车 但没宣传出去 推荐大家试一下G9的音响 它有一套杜比的试音素材专区 座椅的振动 调节 加空调和香薰的配合 比看4D电影还带改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 如果对你有帮助 务必点赞投币加关注 一键三连 你最酷 我是超棒 下期请不吝点